其實網上最大袋是怎樣來的呢 其中要說回這件事 你都聽過的了 就是由十八同仁愛樂區 那我就追擊十八同仁 林宇洋叫我半夜兩點來做嘉賓 就加入了香港人網就開始 那跟著呢 要多謝完民建聯 最多謝民主黨 民主黨就是 623、624、625 就幾夜之間轉體支持了政改方案 那我們一班 一班年青人都叫做 包括是宇洋、劉翁 聲薛醫生、袁黎明、馬草黎和我 有一天下午呢 就在北角一間酒店那裏 就有個聚會 酒店 那就聊一下 很ERICA 很ERICA 那天我們就聊一下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 就是這件事 香港人是很善亡的嘛 就是民主黨這些壞事 但是如果沒有人說呢 那大家就不記得 就當沒事就原諒了他了 那雖然那時候 如火如荼 623、625 大家就很凶狠這樣 那這些事 如果沒有人天天提著呢 就沒有人 就會沒有人記得的 那時候呢 我們就想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是走出來 組織 就是做一個組織 我們那時候都沒有想過 是不是一定參選的 就是要 總之就是唱衰民主黨 天天天就提著 那些香港市民 當日就是 政改方案民主黨 是怎樣PK怎樣的 對我們香港選民不住 那但是到後來 這個組織呢 就變成了 妄想最大的黨者 九月了 是不是 九月 九月後呢 九月十一號 九月十一號是我們 第一集 不知道是不是 林宇洋說的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裏計劃 不如搞一個組織 那我都不記得 你們的選民力量 是怎樣 怎麼想出來 應該都是叫大家投票 要大家 運用我們手上的選票 去選一個好的議員出來 所以就有了選民力量 記不記得選民力量 一直成立呢 你們 有沒有人記得 九月十八 九月十八 差一點 九月二十 如果我沒有記錯 二十 二十 我記得 回去檢查一下 我還記得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我講這個故事 票債票償是怎樣想出來的呢 九月二十號開記者會 之前幾天呢 我們就去想了 如果要整句標語 整句標語做什麼好呢 當時就想 如果要貼一張 就是貼一個報警板在後面 寫什麼字會最殺吃 就是最令人深刻印象呢 我記得那星期三想想 想了很久想不到那三個東西要做 成事再論壇了 是不是 就進了直播室 是 是 是吧 那我們就在外面繼續想 那一刻呢 我就想到一幕 那一幕戲呢 我很深刻的 就是民主黨變節 那陶謹申那個九龍西的選區呢 就有個婆婆 很激毒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那幕電視新聞片 就要叫十字車抬去醫院的 那他一路在十字車 一路在那個担架上面呢 就指著 回票啊回票啊 我要你民主黨回票啊這樣 就是我記得那幕 那幕就像呢 追債那樣 那我想追債是寫什麼 就是林洪友那樣寫字寫什麼呢 是啦 就是血債血償那樣 所以呢 我們就想了票債票償這幾個字 就是追債就最好了 就是林洪友就是寫這幾個字 在門口就可以了 那就開始了 我們這個整個票債票償運動 那後來怎樣變成人民力量 這些就不說了 這個人民力量 一周年才說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都很開心 是我們幾個人 因為一股義憤 因為對民主黨 對這些民協 這些叫做不滿 叫做那個憤怒 這個憤怒 不是純粹停留在鬧的層面的 是真的不計人工 不計成果 不計成敗 不計 就是出錢出力 這一幫人 一齊又有個人網 這麼好的空間 讓我們聚集在這裏 真的 這年的日子大家都 雖然很辛苦 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每個禮拜吹幾字雞 昨天吹完你去中大 本來差點明天又想吹 你去警察總部 現在不用了 現在流費力 禮拜一 禮拜一四點 四點 四點三 三點半 三點半 就在哪裏集 舊立法會 舊立法會停車場 為什麼要去立法會停車場 因為保安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要徵召那個 曾偉雄 和保安局局長 李兆剛 上去問話 所以我們一定要群情洶湧地 在門口招呼他 上次大家 看到我們混在那個 上面那條天橋 政府 新政府的那條天橋那裏 就是全部都是拜這個 曾偉雄所持 如果你們記得七一那幕 就是有些人看到樓眼淚 看到我們 被塌上警車那幕 就是覺得都是有些義憤 就真的要走出來 我們要一幕打賊了 曾偉雄好嗎 好 好 好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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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出來幫選民力量做事 這樣都很開心 好 好 好 很多 他們本來都打算幫忙 做義工 我經常出口術 我在Baseball說 如果我敢照多一個 出來參選就好了 這樣 Chris就說 我口才不一般 但如果你真的很壞 我就出來參選 這樣 即刻考慮… 那今天 大家這麼難得聚 選民力量就有些呼籲 我們叫做主席 林宇洋 他想… 他想… 宇洋問他 一周年要不再選主席呢 你們一會兒給他一點意見 你走不了 你